最近其实看到西方国家有些民意代表 对于台湾问题非常的关注 所以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这个我们曾经在头条讨论过 什么呢 就是在官方文件内称台湾为独立国家 不过美国不跟 美国的联邦参议院Chuck Schumer 他是多双领袖 结果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知道英国国会有议员这么做了 然后文件上面称台湾独立国家 但他说美国不会跟进 维持当前的现况 结果呢 那我就喜教一下汉婷 这个时候我们外交部好像怎么都不吭声了 当然此话一出 绿营应该要崩溃了 美国是直接打脸 而且表明了不会跟进 不过这个也跟美国长期以来的塑造 所谓的模糊是一样的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不论他是哪一个政党 其实哪一个政党都一样 当然对目前的执政党 对拜登而言 希望中美关系要稳定 所以在台湾方面 不要有过激的言行 或者是过多的举止 因为这都不是重点 他只希望明年的选举 能够赢下来 那么对于另外一个政党也是 因为对美国来说 口头的表达 从来也不是最关键的 真正的问题是说 如何实际上的 要去掏空一中的原则 如何实际上的 要所谓让台湾跟大陆 变成是对立的局面 对美国整体才是有利 因此你问他说 那你认不认同这个文字上 口头上 对美国来说 没有必要立刻的承认到这一步 尤其现在要对大陆 还有一个良好的交代 怎么叫 表面上都会告诉大家 哎呀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也是尊重所谓的台海 台海这个六项原则 台湾关系法等等的 可是实际上所做的 不论是对台湾的军事的援助 各种的出资 或者是实际上的各种行径 都是对中国到来说 是一种挑衅 以及是在践踏一中原则的事情 所以当然纯看标题 美国打脸台独 当然很爽 然后对我们的外交部 或者是对于我们民进党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可是实际上你就知道 那对于美国的实际作为本身 还是没有太多改变 对所以他说要维持现状 人家问他是什么现状 他也不讲 但是现在美国当然 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外交部是不是也都是美国 一举一动 作为他的一个形式标准 美国怎么说 对台湾民进党政府就怎么说 美国要怎么做 民进党就原封不动的配合 今天当我们看到 柬埔寨首相鸿马内 在金边会见了 大陆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 猴马内就强调 台湾新疆香港事务 都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简国会继续的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时候外交部 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这种话 听来刺耳了 外交部马上就开始说了 中国屡次借由跟他国领导人会谈 重谈一中原则 是片面宣称台湾为其领土 这根本就是谬论 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 并且还要严正的谴责 甚至呢 还说 外交部希望红马内要抛弃意识形态 跟过时的政策 不要互从中国恶意 贬异台湾的主权地位 外交部这个时候就很有话来说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立场吗 就如同地图事件 大家知道 现在呢 中国大陆发布了一个新版地图 当然很多的东南亚国家 他们也主张 那个是涉及到他们的主权 有一些表达了不满 但是呢 我们方面 这个台湾方面 都不吭声哦 是一直等到美国的官方表态了 外交部这个时候才说话了 才说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 对台主权主张 都无法改变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了 慧敏委员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的态度立场 好清楚啊 是这样吗 我们的外交部 一直都是跟着美方 就包括原来的 21级台美创意的这个 也是一样 我们那时候问他说 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不经过立法院 他那个时候讲说 按照条约缔结法的 这个规定呢 只要是协定 他就不需要经过立法院 我们问他说 为什么是协定 他说因为美国说 他是协定 所以只要美国 他讲得真直白 他讲得非常直白 他说因为美国说 他是协定 所以他就是协定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外交部呢 他向来就是 只要美国说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跟随者 美国老大哥 没有说之前 他的态度呢 他就不敢表示 不敢坑声 因为他怕坑出来的声音呢 可能万一跟美方的这个主张 不一样的时候就难堪了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当美国在他的把那个21级台美创意呢 送国会之后呢 外交部也同样就送我们的国会 但是只有半天的时间 他就出立法院的委员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行政官员呢 是美国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但是呢 他在做的时候呢 他只是过水 走一趟而已 那回到我们讲说 这个中华民国是 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的宪法里面 就是白纸黑字讲的 中华民国是 这个独立的这个国家 在上面就已经讲 可是他没有像外交部讲的 中华民国 瓜胡台湾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这样子啊 所以你到底 这个议题说 我们现在的现状 是什么样的现状的话 你应该要回归到 我们的宪法 那我们以这次国庆日来看的话 我们看不到中华民国的 这四个字 我记得这个 有绿营的这个朋友呢 在跟我在谈的时候呢 他讲说 台湾人家比较不知道 我说不会啊 ROC别也知道啊 就是说我们早期 在这个海外的时候 也一样 大家都知道 ROC跟PRC是 这个不一样的嘛 所以没有必要 就是在这个上面呢 一定要去 去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的行政官员 全部拿的都是 中华民国 人民辛苦的纳税钱 坐在高位上面来讲 享受那个福祉 但等到他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 他又畏畏说说 他对外的时候 是畏畏说说 可是他对内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他的气宴 只要美国老大哥 说什么东西呢 他就跟着他说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外交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呢 是在于他不做自己的事务 他每一次对外交的事情 你看到在历届的执政的过程当中 有断交这么多国吗 从来没有过 就只有在政府的时候 你能够断交这么多国 他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他不务正业 他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像这个国库署 当初的他要介入 这个彩券的部分呢 他就会带美国的厂商去 奇怪了 这个到底是你外交部的事务吗 还是这个是财政的事务 经济的事务呢 所以我们看到外交部呢 我们要拜托外交部呢 好好的做你的本业 不要再让我们有这个断交的情形 好 但回来我们看 现在目前呢 处处以美国为依规的话 依循美国的立场 由美国来主导我们的国防吗 请教一下这个靖平 因为现在我们说 我们也要采购 我们要生产更多的手榴弹 但是我们看到的报道是说 陆军华台币3.72亿 委托中科院生产MK2手榴弹 一共24万枚 另外也要跟美国采购手榴弹 是M67手榴弹 要花多少钱呢 10亿2900多万 然后说要50万到70万枚之间 这样的一个数量 但是呢 那大家就很好奇了 说MK2 这个是不是古董级的啊 古董级的手榴弹 我们现在还要去生产它吗 然后呢 这个陆军方面就说了 其实呢 现在中科院要生产这个MK2啊 它不是全面造新弹 而是把现有的库存弹 换用新造的隐性 提升它的可靠跟安全性 未来志愿役 跟一年的义务义士兵 都要练习投植实弹 这个我越听越模糊了耶 所以古董级的手榴弹 只要你换一个新的隐性 它就是一个全新风貌的手榴弹 它会更好 更棒 更有战力吗 我先跟这个疫情 还有很多的朋友提醒一下 不是越听越模糊 应该要越听越冒冷汗 越害怕 因为不是说好 这个不管是志愿意 或者应该说一年期 一期从四个月延长 到一年的义务义士兵 不会去什么上战场 不会到前线怎么样吗 那你这将近百万枚手榴弹 都要交给他们 也就是说以后 一旦这一两年 为了战争做 准备发生什么战事的话 那这些人不就是拿到手榴弹 到前面去做替死鬼 然后做一个晋升 这个漏搏战 因为手榴弹 距离一定要很近 你一定要在五十米内 丢出去手榴弹 以这个MK2 它的确是古董 它是1918年 到现在已经105岁了 比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年龄 都还老 人类级的手榴弹 它是一世大战之前 它就一世大战的时候研发 然后到二次大战 跟一世大战 都开始投入战场使用 那美军早在一甲子 六十年前 它就早就淘汰了 这个手榴弹 到现在你看台湾的一些黑社会 都还有人在用 因为它外形 我们去当过兵的都知道 它外形就是很像凤梨 也有人俗称叫巴拉 甚至因为它的这个整个 它的弹簧片那边 整个压下来 它的整个像一个 那个压嘴一样 有人讲说阿水 压嘴的这个手榴弹 那不管怎么样 它的这个手榴弹 其实我讲一个故事 19年前 那时候在围捕 这个二龙张熙明的时候 张熙明曾经丢出几颗手榴弹 就是这一种MK2的 然后要 嚇阻警方不要追 这个围剿它 然后那时候丢出来几颗 当然有蹦蹦两个声音之后 后来就没听到其他声音 后来事后再去检视 枪战的现场 它丢了好几颗手榴弹 有两三颗竟然都没爆 就是说这个隐姓 它有分 一战版本的 跟二战版本的 当然后续也真的很多型 所以 它现在陆军军方讲说 哎呀 我当然要换隐姓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手榴弹丢出去都不会爆 你看 原来如此 丢出幽默 所以你知道要花3.7亿元 去更换它的这个隐姓 你要想想看 它的这个手榴弹爆炸的杀伤范围 是15公尺 那如果是这个 要致人于死的范围 是5公尺 但你总不能丢出去 这十几二十公尺内 它完全都没爆 就会形成笑话 六七年前 我们台湾的检方在围捕一个 这个黑帮的分子 也是一样 当时他也是把这个插销拔起来 这个插销它拔起来之后呢 它有四条横勾 八条重勾 它号称可以爆炸之后 形成五六十个破片 然后插销拔起来之后 它的那个弹体 跟它的里面的这个 它的这个整的 不会爆 那延迟会四到五秒 等你丢出去之后 它的这个弹体 跟它的这个保险机制 还有它的压板 才会分开来 隐性才会爆四到五秒 那当时六七年前 围捕一个黑帮分子的时候 他也是把插销拔出来 丢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PT小组的 它已经下了 赶快后退到 围捕它的这个安全距离外 结果后来去把它制服了之后 发现那个插销拔掉 竟然那个手榴弹也没爆 所以你就知道说 MK2它的状况当然很多 那美国 美军早在六十年前淘汰之后 它现在用的不是这个 它现在用的是M67 所以就是我们军方想买 军方想买 就是十点三亿元 它圆圆的 它圆圆的小小颗 它的这个重量 还比我们现在MK2 MK2它是六百公克 大概超过半公斤 那我们那个美军的这个M67 其实它大概四百公克 比较轻 而且它的形状 比较符合美国人 从小喜欢打棒球 丢出去的时候 不用特别训练 这样子手臂 有一点臂力的话 丢出去那个圆圆的 就会丢很远 然后这样滚 然后它的其实 引爆的机制 它那都是人员破片型的 这个杀伤力 算是有杀伤力的 这个手榴弹 但我就问两个问题 一个它手榴弹M67 它这种手榴弹 反正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为什么非要跟美国买 第二点 现在你要买 美国说 我不想卖给你 它卖给你 譬如说你要买凤梨 它卖给你个凤梨干 有没有可能 搞不好卖你柠檬 柠檬就是另外一个M26的 因为现在有M26跟M33的 也有一个 柠檬又比较大一点 跟我们现在 我刚讲那个凤梨型的 MK2 也有差不多大 那也有可能 它卖别的给你 因为M67 其实它现在 比较普遍在使用的 那我们的确 要买手榴弹 这不是高科技的产品 一般来说 你要去研发 其实也不是难事 你就投入一点经费 但是世界各国 很少用这种研发 通常就是买现成的 然后或者取得 它的这个 所谓的技术授权 我就跟他买这个 生产制造的 你就给我 让我自己生产 可是偏偏 美国没有这么做 那又卡在我们军方的 205年期 以前我们常去采访 那个现在叫 军备局的205厂 它是专门制造火药 像手榴弹 它在高雄 一直有高雄市政府 一直叫它牵场 民进党要把它牵走 是它的产能不足 所以军方自己也承认 因为我们获得的 其成有问题 还有我们可能拿到数量 也可能不确定 所以在还没买到 美军的那个 这个10.3亿元的 这样一个70万枚的 M67之前 我们想要先用这个 NK2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手榴弹 是有问题的 我们手榴弹是不够的 那你现在为了怕 万一真的这一两年 发生什么状况 要把艺难推上去 又没有武器 总不能叫它丢哨帚 所以赶快改这个隐性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 它在急救张 然后头痛自头 这个脚痛就自脚 真的是走到哪里 它就想干嘛 这是没有一种 完整的套路规划 没张法了是吗 那现在其实 加强国防 要从平日开始做起 但怎么做的呢 我们看到 汉庭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国防部 现在好像要跟民间 要拉近距离 欢迎你来看 我们的新竹湖口营区 24号它要开放给大家 然后有空军幻象2000的冲场 有冲场一定很吸睛嘛 大家会猛拍 然后又说 开放民众军事体验 假车事成 甚至还让你来 试拉火炮 然后展现国军战训的成果 让大家就可以对国防 更了解 更有信心 这怎么好像是一种 全民参与的概念呢 汉庭 我认为这应该是 上面有交代任务下来 必须要这么做 就是必须要展现 所谓的亲和力 或者是必须要展现 跟民众之间的近距离 目的为何 就是要让大家 习惯军事 跟习惯战争的氛围 这才是最可怕 要让你平常多接触啊 让你觉得说 你看有炮啊 有火啦 然后有飞机啊 有坦克啊 这个很正常 你看久了之后 你就觉得不可怕 你看久了之后 你也很想要上去坐看看 看久了之后 你就觉得 你也愿意让小孩去从军 这就是最大的目的啊 否则有什么目的呢 那当然如果和平时期 来展现这些 那其实都没问题 也都很好 因为让大家能够 理解军人 并且能够尊重军人 并且要知道说 军人多么的辛苦 可是在现在这个时刻 他所推行出来 以及他的目的 那不外乎就是 让大家感觉到 有战争的风险嘛 那这个有战争的风险干嘛 第一个还是操作 所谓前一世的抗中宝台 支持票投民进党啦 那在第二个 一旦真的两岸有关系 有紧张的时候 那民进党自然而然 他募军也好 就比较不会遭遇到 更大的抗议 因为很显然 多数民众还是反战的 还是希望和平的 觉得民进党 把两岸关系搞砸 是民进党的错 那如果民进党 已经先一步 让大家都觉得说 战争也没什么 好怕的免惊 那这个罪过 就怪不到民进党头上 所以我们要 像前面的这个手榴弹 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所谓 购买手榴弹 我们又跟美国购买了 是美国指定 我们要买手榴弹的吗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大 因为如果依照 我们本来国防部 自己的一些主张的话 应该不是要搞 这种所谓 进入到贪头战 然后地面战 最后到城镇战 的这个作为 因为这最后 一定是让台湾 变成废墟一场 变成了一片荒芜 所以因为手榴弹 是很近距离 在使用的东西嘛 所以这是不是 美国一直所推行的 叫所谓不对称作战 就希望把战场 都锁定在台湾 那这个手榴弹 你看是美国要我们买的 还是我们自己买的 因为如果又都是 美国要我们买的 那美国确实就是 透过限缩我们武器的使用 比如说射程超过 100公里的武器 它都不卖给我们啦 限缩武器 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战术 决定我们的战略 进而最终决定什么 就是让台湾 成为一片的废墟 蔡英文现在去什么 史瓦地利嘛 好当然啦 现在你说他去史瓦地利 那去参加这个独立建国 55周年的一个庆典 他还特别提到 两国相互扶持 一起走过半世纪 又友谊创造心理成碑 但是呢 说真的简短寒暄 简单握个手 然后呢 然后呢 现在我刚刚有讲 清律的媒体 在这个上面拼命的做大内宣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我们要在史瓦地利建 战略除油 然后蔡总统还说 台湾能源供应就更安全 你仔细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他说呢 里面有签三个合作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海外投资公司 跟史瓦地利的石油公司 签合作备忘录 新建战略除油槽 战略除油槽 是我们在用 还是史瓦地利在用呢 这第一 第二 蔡英文说 特别感谢他们国王的帮忙 好让这个计划实现 到底是谁该感谢谁啊 现在新建除油槽的 不是透过台湾的协助吗 蔡英文又说要特别感谢他 然后使能源的供应更加安全 本来以为说台湾是不是兵凶战危 可能有一天要打仗了 所以我们需要战备除油 史瓦地利可以提供 就越看越不对劲 结果看到的是 我们来帮忙史瓦地利建战略除油槽 静平 其实这以前我在跑总统府跟外交的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前总统 在那个任内的时候 据说那个史瓦地利方面 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那时候我们评估 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因为那时候是讲到 是想说平时就可以帮助这个史瓦地利 他们建立一个国家的整体战略 建立了一个石油库 那如果暂时的话 或者是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就是像我们碰到能源危机 又碰到这次的 又碰到上个世纪的石油问题 石油危机的时候 我们台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从史瓦地利那边进来 可是当时的国安卫就认为 原水救不了近火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能源问题 石油危机的话 我们哪撑得到跟史瓦地利 因为你从那边运过来的话 海运 游轮 我不是说那个出去玩的游轮 是那种专门载游的游轮 你来也要十天半个月 你最快也要一个月 而且他们也不是靠海 他们有港口直接运送 对 没错 他是内陆的话 要透过陆路还是空运吗 如果这个问题之外 还有你干脆就直接从中东地区 然后真的有能源问题 或石油危机 那一带中东地区有那么多国家 不是只有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还有卡达 一大堆 还有沙吴地阿拉伯 不是只有史瓦地利 而且你要绕到好望角南非那边去 跑到那个非洲最南端 所以刚刚讲这个问题 我刚讲是石油问题跟 能源问题跟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 更何况如果再回过台 讲到这几年 大家最常会提到的战争问题 战时的话都被封锁 游进得来啊 进不来啊 怎么可能 我刚刚讲的是石油危机跟能源问题 是经济危机 经济问题爆发的这样一个困难 那如果是战时的话 那怎么办啊 更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当时的是评估没有这个需要 那可是为什么过了你看十几年 蔡英文政府现在 他还是觉得要帮他建造一个战略的游库 他为什么答应 感谢史瓦地利 因为恩史瓦地三世国王 他当然要提供土地 他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出钱 然后用这个设备 然后以后设备是他们在用 那平常是他们国家在监管 所以其实 蔡英文看起来说 感谢恩史瓦地三世 如果是我们帮他 他完全是从头到尾他使用的话 我们干嘛感谢他 他要谢谢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巩固非洲的这样一个邦交国 怕他又被老共挖墙角挖走了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也是恩威并施 不断的建立起这个第三世界 或者是这个 包括金砖峰会这些国家 藉由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团结这些像非洲国家 所以我们一直很害怕 这个史瓦地利会抛弃我们台湾而去 所以用这种方式 一方面他想要巩固邦交 去留住史瓦地利这个小国家 那再来呢 你用这样一个经济跟战略能源的合作 我真的觉得是脱固子放屁 因为你第一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把这样一个战略资源 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那其实你只是便宜了 这个史瓦地利这个国家 让以前他叫史瓦季兰 让这个国家 能够充分去用差的一个资源 但是呢 能不能这个公益的这个安全 是他们在使用 对我们台湾来说 你如果有时间去盖那边 我们现在不是国家 有一大堆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充足我们自己的能源跟资源 是啊 所以汉庭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都说 地缘政治紧张了 民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 他就要选择另外一条路 什么呢 有台湾人现在考虑要移民海外 我们看到呢 有这个媒体披露说 毕竟因为有这种地缘政治的问题 兵役又延长 移民朝政升温 说中华民国移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观察到这一年来客户来询问 跟工会会员自己的业务热度 都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他认为是跟兵役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有关 但另外一头 当然啦 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也有讲到说 所以他们是什么 最多最多人考虑到说 是不是要移居到美国 可是呢 现在中国大陆呢 我们看到非常欢迎台湾人去 大陆多看看 多走走 甚至是多投资 台商融入大湾区 办了这个活动 那么宋涛也说 吸引台湾22县市 有2500台胞来共同参与 那么彰显两岸同胞 要和平发展交流 以及合作的共同心声 不用打仗啊 多交流多合作多对话 其实两岸可以相处得非常好 大家互利共享不是很好吗 2027可能会遇到危险跟风险 是美国人说的 而且呢 也是我们国防部自己坦诚的 认为在2027的时候 中共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武力 所以因此要一些准备 那其实呢 也别说我们国防部 那日本跟印尼也都因为两岸的关系 所以早早就有了撤侨的演练跟撤侨的计划 而且实际上甚至还真的有些人就这样走了 所以你说呢 台湾人开始有一些移民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在当初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一波的移民潮 大家都害怕两岸打仗 那报告说 因为目前的这个人数啊 有增长但也没很多 因为毕竟民进党还是在忽悠大家 民进党现在如何稳固执政 因为他最担心票投民进党 台湾变战场 所以他必须要告诉他 你看我执政还是很好啊 你看这个赖清德过去也没怎么样嘛 所有的军事演习或演训 民进党的相关新闻是 能低调就低调 能淡化就淡化 就不希望让大家感觉两岸很紧张 可是呢我们要问的是 那在俄乌战事发生的前一天 乌克兰也觉得没事啊 乌克兰很多人也觉得没有问题啊 但是真正有脑袋的人 不是很多的富翁啊 很多的国会议员啊 走就跑了 那你如果说套用在台湾的话 这当然人民要移民 可能没那么多的人有钱 但是呢如果民进党的官员要跑 那是非常的容易 因此我们反观是什么 是反观说 那大陆就展示告诉大家 他根本不需要那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就平常来大陆做投资做生意 然后来大陆发展也很好 潜台词呢 是你们就算要跑 也跑到大陆来 应该会比较好 分享一个故事 我询问就是一个台商的朋友 他就游走两岸很久了 那你就问他说 那他到底对于这个支持统一啊 什么的看法 因为他也是这个忠实新党支持者 他都讲说 对他这样的人啊 就是常年奔走于两岸 他觉得两岸统一啊 就是没什么差别了 因为他一直都在两岸之间生活 他长时间也在大陆生活 他长时间也在台湾生活 跑来跑去 他觉得没什么差别 他唯一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竟然还生活在一个 缺水缺氮的状况 然后台湾还有这么多奇奇怪 又超私又高端 他不能够理解 所以我认为啊 对于真正实际游走在两岸的 很多台湾朋友来说 大概已经也觉得说 大陆的这些统治 或者台湾 他感受不到太大的差异 唯一的差异是啥呢 就是民进党确实搞得大家天怒人怨 对 但问题是一回台湾 就会担心没鸡蛋可以吃啊 对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不是吗 我自己感受都很深啊 到大陆去的时候 蛋是一堆啊 那在这边的时候 那天又说缺蛋了 哇 我一听吓坏了 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又缺蛋了呢 不是已经解除危机了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对于带来药 第一个小时 前来我们先群快乐 看看育尔益生菌 看看育尔益生菌